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得高了以后 感觉你的视野很宽固 心情就是说护栏开栏的那种感觉 自由自在在空中飞翔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我叫徐斌 我今年47岁 我现在一直在搞悬翼机制造飞行 04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中间都没怎么停过 应该有个四五十架飞机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曾经在天上看到过一架飞机 那个时候就萌发这种念头 我98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地摸索 用钢管啊什么的 废材啊开始做这个机架子了 20岁到30岁之间 这十年基本上没飞起来过 可能偶尔就蹦一下啊什么的 因为之前我喜欢的是直升机 因为之前我喜欢的是直升机 造过15架都没成功 没飞起来嘛肯定要被笑话了 村民啊都要笑话的了 03-04年偶尔就是说看到杂志上有这个一款悬翼机 挺简单安全系数很可靠 然后就往那块发展了 到04年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30岁了嘛 04年就飞起来了嘛 因为当时练的时候都是在汽车上进行牵引嘛 自己跑不敢跑 因为感觉速度太快了 就突然间有一次牵引的绳子啊 还没飞起来它就掉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猛地加了油门 结果它飞起来了 真正第一次飞起来的时候 其实挺担心的 因为老觉得这里不安全 那里不安全 那个时候做的就是说还是比较出招了 飞行这个东西必须要严谨 有一年去外地帮一个飞游 试飞一下飞机 然后他选的地方就不对 自己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够了 起飞的时候这个距离就不够了 一着急飞机翻了 去的时候好好的 你看回来我都住轮一回来的 回来以后一般都是反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来没有放弃过 每坐一架你就觉得 哎 我也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飞机坐的特别多 这是一个双发的 就两台发动机花了5万块钱 如果万一一台有问题的话 它另外一台全马力的话 它能维持平飞 这家是超轻型的 重量是80公斤左右 这个是一个双能的 包括操作系统 控制系统 全部都是钛合金的 发动机是十五六万买过来的 那是前几年 还有钱的时候买的 他现在叫我去买十几万的发动机 舍不得买了 这么多年投下去 你就花销比较多 因为你很多东西买过来 做试验 做废的东西太多了 飞行的梦想实现了 但是接下去 你还要考虑一下生活是吧 你要钱没钱 你要其他的 经营的头脑也没有了 整架飞机都是我一个人搞出来的 那么我脑子里的东西 都是整架飞机的东西 你其他东西就占不了了 我的想法想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做 搞一款属于自己的小飞机 市场在于你的产品 比如说你在超市里看到一架这个飞机 都给你包装的很漂亮的 价格又便宜 那你可能会行动 我这个飞机飞起来 在国内还算是比较早的 但是真正能接受的人不是很多 平常老百姓一般都觉得 国家的这个飞机都那么陷进 你这个个人搞这个飞机 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的 为什么要造飞机呢 其实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爱好 这是一个人的爱好 一个人的梦想 一个人的追求 是的 我这个飞的梦想要实现 飞起来以后 那我的梦想 我的追求是什么 看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作为以后的视野 我到现在我都没成啊 所以我要一直追求下去啊